鱿鱼一种相传只要吃下去 就会化身喷射战士的海洋生物 有人将它当一种猎奇消遣 有的人将它当之便秘的利器 但更多的人是因为倒霉物食 就不得不经历一场射死与肠胃的双重折磨 自掏腰包吃下大把大把的药 可谓劳神又伤财 顾名思义 鱿鱼最大的特点就是油 根据动物学家的测算 一条鱿鱼身上至少含有40%的油脂 鱿鱼效果拔群 鱿鱼已经被多国视为有毒物 而它在我国的一部分地区 依然大行其道 这是为什么 这里是知识TNT 鱿鱼最初其实是艾斯基摩人发现的食物 由于他们一直居住在北极圈附近 那里天寒地洞 食物极其匮乏 在很多时候 艾斯基摩人不得不选择一些替代性食物 其中就包括鱿鱼 不过艾斯基摩人吃鱿鱼的时候 并不是一个劲的猛吞 而是要搭配其他食物一起来吃 比如烟海雀 烟海雀虽然美味 但其肉质比较柴 干巴巴的不好消化 我往吃完一只烟海雀后 需要三天才能拉出来 很大程度的影响了艾斯基摩人的饮食体验 所以为了弥补烟海雀的缺陷 艾斯基摩人引入了鱿鱼 和烟海雀相反 鱿鱼最大的特点就是润滑 由于其体内含有大量的脂类物质 所以刚好可以中和烟海雀干巴巴的特性 当一鱼一雀下肚之后 艾斯基摩人就能体验到一把冰于火的快乐 说到这里就要提到 由于身上一个很重要的特性了 那就是促进排泄 刚才也讲过 由于体内含有大量的脂类物质 这些脂类物质名为蜡脂 是一种不被人体消化的物质 一般被用于化工生产 当这类物质大量聚集在人体肠道的时候 会引发肠胃不适 届时肠道就会把这些蜡脂全部蠕动到直肠 与此同时 蜡脂中的侧击性物质还会侧击扩跃机 使其发生松弛 人体一旦控制不住 就会发生喷射效应 场面极其侧击 那既然如此 这些鱿鱼是如何进入人们视野的呢 难道艾斯基摩人也懂得逆向营销 其实吧 鱿鱼之所以在世界各地都有市场 主要是因为人们的猎奇心理所致 许多人之所以去吃鱿鱼 并不是为了果腹或者品尝美味 完全是为了体验一把这种刺激又紧张的感觉 比如欧美就有许多年轻小伙 为了在油管上获得更多的关注 故意去吃这种刺激食品 美其名曰美食大冒险 当他们吃完之后不到两小时 身体就起了异常反应 然后他们家厕所就遭殃了 当然了 效果也很明显 粉丝量确实涨了上去 因为大家还想看他做出更多无脑的行为 除了博取关注以外 还有另外一些人 他们之所以选择吃鱿鱼 则是因为受到某些专家的误导 有一部分名科专家 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 夸大其词地宣扬鱿鱼的药理作用 声称吃了鱿鱼 不仅可以润滑肠道 治疗便秘 还能清除身体毒素 延缓衰老 永住青春 许多无知的消费者 在得知了鱿鱼的奇效后 纷纷私信到些名科专家 希望能采购一条上等的鱿鱼 来帮助自己解决肠胃问题 殊不知 这些鱿鱼不仅没有特殊疗效 反而让他们的肠胃 受到了一定的折磨 当他们想投诉那些名科专家的时候 对面的回复却是 个人身体原因 供销商概不负责 就这样 一些想通过鱿鱼 来改善身体健康的人 不仅没有达到目的 反而赔了夫人又折兵 既伤身体又伤钱 正因如此 许多国家纷纷禁止了鱿鱼 在本国的销售 比如美国和欧洲许多国家 就曾把鱿鱼列为禁售品 美国有些州甚至还把私售鱿鱼的行为 列入刑法当中 一旦你偷偷摸摸去卖鱿鱼 稍有不慎就会被抓进橘子 其严厉程度可想而知 就连鱼类美食爱好者日本 对鱿鱼之类食物也是零容忍 日本劳务省直接将鱿鱼定义为有毒鱼 也就是说 别人眼中的食物 到了日本人这里 直接变成了毒药 想当初日本人连河豚都敢生吃 现如今面对一条小小的鱿鱼 就好似如临大敌一般 然而就是这样一种 令人望而生畏的鱼类 在中国居然大兴起到 在许多中国餐馆里 尤其是星级酒店 纷纷把鱿鱼奉上餐桌 这是为什么呢 难道中国人真的是 传说中的来者不惧 就连鱿鱼都不放过 其实吧 鱿鱼之所以能在中国人的餐桌上 纵横吃尘 主要是因为它和鱿鱼 长得比较像 从图片上大家也能看出来 鱿鱼的头小小的 浑身上下一片雪白 鳞片排列有序 细密且紧致 其实鱿鱼也差不多 虽不能说是一模一样 但至少也是相差无几 许多无良商家为了赚黑心钱 用廉价的鱿鱼以刺充好 冒充昂贵的雪鱼 以欺骗消费者 故意把鱿鱼做了切块处理 这样就能极大程度的混淆视听 紧接着 他们又在鱿鱼块上撒点盐 润滑一下肉质 这样就能蒙混过关 那么要如何分辨出鱿鱼和雪鱼呢 也不是不可以 从横切面上就能窥之一二 像雪鱼块的横切面 一般来讲肉质比较细嫩 一层一层的鱼肉排列有序 至于鱿鱼块就比较粗糙一些 当然了 直观感受并不强 你得需要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 才能看出其中的门道 其次 雪鱼肉的颜色比较浅一些 一般来讲 雪鱼肉的颜色和肌肉差不多 浅白中带着一丝透亮的光泽 在反观鱿鱼肉 你会发现它的颜色比较暗一些 而且也没有光泽 肌肉的感觉 除此之外 鱿鱼身上还有一条细细的鱼线 这根线贯穿着鱿鱼的全身 至于雪鱼就没有这根鱼线贯穿 所以这也是辨别鱿鱼和雪鱼的 一个重要方法 当然了 有些无良商家 为了让鱿鱼和雪鱼看起来一模一样 通常会在切块钱 将鱿鱼身上的鱼线给剥除 这样就能做到天衣无缝 关于这样的骚操作 就需要各位买家仔细斟酌了 不过有一点要注意的是 那些买家竞赢鱼市这么多年 真的分不清楚鱿鱼和雪鱼的区别吗 其实它们是分得清的 这之中就要涉及到一个利益链了 吃过雪鱼的大家 可能对价格印象深刻 一盘小小的雪鱼 居然能卖到500多块 雪鱼之所以能卖到这么贵 主要是因为它的进货成本高 在鱼货市场上 一条雪鱼的价格是200到300元不等 但是同等体格的鱿鱼 却只卖到100多元 极度相似的两种鱼 可观的价格差 许多酒店老板的选择 已经不言而喻了 虽然鱿鱼确实会对人体造成不适影响 但酒店有着一套专业的烹饪方式 可以最大限度的 降低鱿鱼肉之中的油脂 进而减轻顾客所产生的不适感 即便是有些顾客吃出了问题 或者觉得味道不对劲 那也没事 到时候酒店可以把锅甩到无良商家头上 说自己一时疏忽 故信了商家的鬼话 所以才买了一批假冒鱼 在甩锅的同时还不忘哭诉一把 说自己辛辛苦苦赚的钱 全让无良商家给骗了 顾客在听到酒店老板的痛诉后 也不好再说什么 这时酒店方面就会安排一个免单不偿 这事就过去了 就算有些顾客不依不饶 说要去找无良商家理论 那也没事 到时候这些无良商家 又会把锅甩到上上游的供应链 一环套一环 顾客在意识到这样的举措毫无意义后 自然就会知难而退 最终只能被蒙在锅里 花着吃鱿鱼的钱 做着吃鱿鱼的事 在不经意间 还有可能当众射死 归根结底 鱿鱼之所以有市场 主要也是因为满足了人们的猎奇心理 以及长着和鱿鱼一样的外表 这样某些商家就会有机可乘 以此来牟利 当大家不再把喷射鱿鱿鱿的恶趣味当作消遣 或者辨别鱿鱿鱼雪鱼的眼光更加犀利的时候 鱿鱼的市场也就不复存在了 知识TNT 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 我们下期再见